酸菜很有趣的地方是 各地都有酸菜 对你来说一个好的酸菜 你怎么去决定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死咸的酸菜 因为我会觉得它如果太咸的话 我得去洗它 我洗它可能把它的味道也洗掉了 这样的话就可惜了 这个酸菜鲁肉饭 你到时候吃到就吃到 它不会腻口 因为有酸菜 当然我们当时的酸菜 我没办法拎进你家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该帮你挑好的 该帮你选好的 我们已经都选 你就负责品尝就好了 对 谢谢师傅 这一点都不腻 而且它还多了一些酸甜香在里面 今天跟大家大概是介绍我们商城的酸菜 可是做法 我把台式的做法跟我们的酸菜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做的是酸菜鲁肉饭 鲁肉饭它在台湾是真的非常非常 不能讲流行 它已经是地标性的料理美食 指标性的就好比说你说现在贵州很流行酸汤鱼 没有这怎么流行 大家都知道酸汤鱼 对不对 所以鲁肉饭在应该说在台湾人的心目中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碗鲁肉饭 来给我白摊子 我们之前节目也做过鲁肉饭 对 那这次的鲁肉饭做法大同小异 但是我想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下我们的酸菜 如果放进了鲁肉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再加上我们这边我放了一个骨皮尖椒进去 所以它放进去之后 它会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青椒香 这个也是在做鲁肉饭解腻的过程 因为辣会让它 但它不辣 这个不辣 它只是多了一个什么青椒香而已 对 怎么会想到把酸菜加入到鲁肉饭当中呢 其实是有的啦 但是不是在鲁肉饭 它在肉灶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些酸菜肉灶 那鲁肉饭的特色是在哪边 它的油脂一定要用 所以它一定是用五花肉下去做 那最好的状态 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 就是用这个整块肉用手切 因为这样子的东西一条一条 精心是切不出来的 好 这边我们放了青椒 葱 蒜 红葱头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包心玉芥菜 对 我们的商城的酸菜 酸菜很有趣的地方是 各地都有酸菜 你的武汉有没有酸菜 武汉有 当然肯定会有酸菜 本地的酸菜 但是我一般会买重庆的 或者是咱们商城的 因为超商里会卖啊 对 就比如说你买福乳的话 你可能会买桂林的福乳 因为它比较有名 你买辣酱的话 你可能会买这个 以前可能是买这个 老干妈 现在的话就买我们的牛肉豆豉酱 对你来说一个好的酸菜 你怎么去决定 一个好的酸菜啊 你说你会买酸菜 那什么样的酸菜 让你吃到嘴巴里面 你是喜欢的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死咸的酸菜 因为我会觉得它如果太咸的话 我得去洗它 我洗它可能把它的味道也洗掉了 这样的话就可惜了 然后它如果盐度能稍微低点的话 也方便我把酸菜拿去跟别的调味料 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这个酸菜比较适合 和什么样的一些料理做一个搭配 酸菜鱼 酸菜鱼一般是用这样的酸菜 因为酸菜在这个大家的习惯性 尤其在华人社会里面 比较多的啦 其实都有 什么菜都可以做成酸菜 比说血里红也算是酸菜 酸菜对 对不对 那只是说用的菜种不同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芥菜 那芥菜有怎么样 芥菜其实在客家文化里面 很常用芥菜来做料理 所以他们呢 因为我们讲说客家菜就属于酱缸文化 那其实也不是只有客家菜啦 应该说整个华人世界 我们都有所谓的酱缸文化 好比说这个四川的泡菜 什么都可以泡 对不对 那东北的大白菜 或者是任何的 只要把菜怎么样储存起来 放了盐下去 让它自然发酸 成为这个味道的话 都可以讲是酱缸文化 那芥菜来说又分什么 像我们现在用的是小瓦罐的酸菜 我们大概是比如说腌了一个月好了 那如果说再往下腌一个月 或两个月就变成福菜 那福菜在腌好之后 把它晒干就一个是梅干菜 梅干菜 扣肉 它就是这三种 那所以你看以梅干扣肉来说的话 它是不是就梅干菜跟扣肉 扣肉是什么 扣肉是肥肉啊 对 这也是肥肉 这样就懂了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加在一起 了解了 了解了 对 所以说每个时候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有一些逻辑 这些逻辑是可以参考的 但这个逻辑很重要 因为有了这个逻辑 你才能够说 当用身边的食材 去做一些新的变化和尝试 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些 所谓料理的基本的配比 和基本的技法的话 你可能做出来的 真的就是黑暗料理 那不叫创意了 没错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基本上是 在做任何的料理的时候 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 食材勒 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 只管你理解它 只管你了解它 它不会那么的复杂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它 你会觉得它很复杂 肉也一样啊 老板 这块肉好棒喔 不然 不然我切起来 我要这个一份五花肉 那结果不好意思 这是梅花肉 那就很尴尬啊 对不对 所以但是只要你认着它了 那你就会讲 老板给我那五花肉 给我中断 我要做叉烧用 对我要做脆皮烧肉用 他就说哦懂 而且在传统市场买菜 还有一个好处 对不对 时间久了 你会跟老板有交情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当天去超市 你有时候你去晚了 你就抢不到货了 对 但如果你在传统市场的话 你可以跟老板 你可以留老板电话 你可以跟他留过 而且老板也可能会教你很多 比如说怎么去看这个菜好 还是不好这种东西 无形就让自己学到更多的知识了 所以去市场呢 交些朋友绝对是好心 甚至像我常去那个市场啊 你常跟他买 买到已经熟到不行了 你可以打算跟他说 你帮我留什么东西 那你这个 你比如说帮我留三斤 你一直帮我切片 一直帮我切丝 一直帮我切丁 或者一直帮我夾成绞肉 他就会帮你弄好 都包好 等到你去全捡的就走了 你也相信他回来 也不会不会是不好 对不对 我还曾经去 我们那边附近的市场去买东西 一买 我买了牛肉 买了之后 我要走的时候 他说我帮你再拎回去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买了太多 他觉得我已经拎不回去 我买了四大袋 这么大一袋 然后我就我可以可以 他没钱 真的喔 那个老板就拎着那四袋 就跟着我一直走回家 到我们家楼下 我说你不用上去 他说没有 我帮你拎下去 有时候真的不用 真的很好心耶 但这个也是一种服务 对不对 当然我们商城的酸菜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拎去你家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该帮你挑好的 该帮你选好的 我们已经都选了 你就负责品尝就好了 对... 但是我看我们这个酸菜 好像跟有一些酸菜不太一样 它没有放醋 因为有些酸菜会放醋进去 它是比较快速的 放醋会比较快嘛 但是那就不是酸菜 所釋放出来的味道 这是不是它自己 它叫出来的酸 到底说是尽可能去吃 你比如说吃到酸菜一进去 哇 怎么那么酸 那个不可能是酸菜出来的 那不是它应该有的味道 对... 好 你现在把肉炒到外面的 你还是要炒到什么 炒到下面的油脂出来 然后不是沉酌的状态 这个就代表说 那个肉里面的三味已经被你炒掉了 好 有时候这个我常在我们节目上面常讲 就是你在炒的时候 我们说把它炒香 很多时候它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你放进去再炒醋 刚刚时候已经有味道 有一股小小的山味 对 但你炒到那味道没有了 变成香气出来 那就是那个味道 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一些猪油出来 一会儿就用这个猪油去炒 我们的红葱头和蒜末 这个很熟耶 因为我现在在家做卤肉饭 真的吗 你在家有在做卤肉饭 我真的这样做卤肉饭 他们宴客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用卤肉饭宴客了 这个卤肉饭就是 有时间的基础成 它一定是个宴客的大菜 因为你没吃完 我会煮很多耶 没吃完的话 你第二天还可以接着吃啊 我跟你说 卤肉饭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这一锅卤了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吃完 你再炒 炒完之后这一锅 再把它放进去继续卤 变老卤是不是 然后就慢慢... 然后用什么 慢慢去焖它 好 现在油脂都有了 来 我们把红葱头放进来 红葱头在卤肉饭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要甜度来源 甜 那你再来就接下来 因为我们还会炒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把什么 把葱放进来 青椒 小尖椒和我们的包青玉剪菜 对 放进来 这个酸菜卤肉饭 你到时候吃到就吃到 它不会腻口 因为有酸菜 对 因为我们这个天然发酵 它也不会让你觉得 怎么这碗整碗都是酸的 也不会那么咸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纳含量相对比较低 普通市面上的酸菜要定义 好 给我糖 大概是五大匙左右 五大匙的白糖 五大小匙的白糖 五小匙 五小匙满匙的白糖 对... 要酱油吗 要... 那把焦糖味给炒出来 白胡椒也需要 好 来 酱油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已经做过很多次卤肉饭的变形 比如说竹孙卤肉饭 对吧 这次是酸菜卤肉饭 对 好 白胡椒就... 香的咧 我需要水 酱油进来之后还是稍微炒一下 这样会多一个酱香就出来 好 水进来 好 现在这种做好就把它倒到这边来 这如果再加我会加几个水煮蛋进去 对啊 对啊 加一点豆干 火不能大 因为我水尽量用的比较多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这样子 等它上来之后25分钟 什么火 先起来是大火 起来之后转成小火25分钟就完成 好嘞 好 稍等一下 好 这个是加了酸菜卤肉饭 来 完成 谢谢师傅 谢谢 谢谢 乳肉饭心事 我每次的乳肉饭都是真的 很香耶 香气很足 这个一点都不腻 嗯 而且它还多了一些酸甜香在里面 好吃哦 嗯 嗯 嗯 它那一股悠酸就是我们的酸菜带来的 嗯 但它的酸不会让你觉得明显 它本来是解腻 嗯 你眼睛闭起来我给你吃 你觉得像什么 你会觉得很熟悉 嗯 哪一道 等会儿 太多了 哪一道 梅干扣肉 真的耶 你再吃一次 你再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是不是梅干扣肉 真的真的 你可以试试看 用酸菜来做这个 它反而是更清爽 嗯 它的那个酸净有 但它不是没有像梅干菜那么沉 那么沉 但它绝对可以让你解腻 嗯 人见人爱的这种 从小到大我们家 或是我外婆家 包括现在我的家 都会固定 只要每天有人吃饭 现在有时候我女儿 前一阵在国外没办法 但如果现在家里面 我们家随时都有一锅卤肉饭 这个卤肉 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嗯 然后它就放在那边 你要吃的时候甚至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吃法 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它是冻的状态 你拿着热饭 你把它挖起来 放上去 它就融掉了 肉豆 对 边吃 然后边吃那个热饭 然后那个肉豆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的味道是 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婆的综合版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它 那我相信每个人家里 都有一碗自己的卤肉 嗯 但是你是不是讲卤肉饭 你吃东坡肉 或是你吃梅干扣 或是方块肉 对不对 或是像贵州好像也有 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但万变不离其从 它们都是酱油和五花的一个结合 对 那当然你要放五香粉 你要放这个八角 你要放任何的东西都可以 嗯 但这一碗 绝对会让你打从心里面 会想到自己的家里 嗯 对不对 因为这是家里传承给你的 也希望你学会了之后 你可以传给你的家里 也可以把你复刻的这种 卤肉饭菜谱 跟我们一起分享 在小程序上和我和师傅一起交流 我们也会给你各自的回馈 对 你今天就用这个在艳客 艳客了 意大利 法国 或是西班牙都有类似像这样的菜 我第一次吃猫子 也是从我爸里面来的 爸爸开启了你的很多味觉地图 嗯 我小时候 我爸做得非常严格 因为他觉得女孩子要负着养 然后男孩子要穷着养 当下说的最热的四个字 酱微打击 这汤有一种欠感 优雅 对不对 嗯 甜喔 很甜化的 蜂窝肚 金钱肚 蜂巢味 不会有点咬劲 但是软嫩 这样好吃 这道菜是红酒炖牛肚 这个是在跟大家聊 到底全世界的这个内脏的料理是怎么烹调的 嗯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偏拉丁部分的 在这个 意大利 法国 或是西班牙都有类似像这样的菜 他们也会吃牛肚 牛肚的话 他们比较吃多的是蜂巢 反而是我们吃的毛肚 有黑毛肚跟白毛肚 因为牛有四个胃嘛 这两个他们比较少吃 这个很常吃 尤其是在意大利 他会用煮完之后 在那个卖场 他会熬在那个地方 那你要点点面包的时候 他会把他面包一个汉堡拿起来 然后把牛肚夹在里面 上面那个盖子 他会沾一下那个酱 然后放上去 非常好吃 然后 这也是一样 我们泡啤酒已经泡了一天了 也是为了为他去腥 对把腥味去掉 中餐也有吃牛肚 中餐 但一般是我吃的最多的牛肚 都是卤的 卤的啦 或是有一个港式 有一个金钱牛肚 是饮茶的时候 他有什么豆豉蒸排骨 还有一个牛肚 几乎是那个 有一点酱跟番茄酱 酱烧的 对 那个也是我很爱吃的 但是在西方他们吃牛肚 就不会用到酱油吗 不太会 没有用酱油 大概用番茄酱比较多 用番茄下去炖 跟红酒下去炖比较多 不用担心它会 味道会跑掉 不会 因为它够厚 味道也够重 味道也够重 所以你要下锅的时候 是滚的状态你下锅 等到你穿到起来的时候 是要怎么样 是要是刚好回滚的时候 就可以拿起来了 这个所谓的蜂巢 几乎都是炖啦 像我吃过毛肚的话 比如说是黑毛肚的话 我吃过就是最多 就是串味 火锅的时候拿来涮 七上八下 我昨天晚上才吃 我还是很喜欢那个脆口感 那白毛肚 我曾经在湖南吃过一道菜 他是把白毛肚 我在节目上也做过 但我没有做到它那么好 他把白毛肚 先一片一片整理好 卷起来之后 把它冻起来 吃的时候 要炒的时候 把它切得很细 然后再跟笋 冬笋下去一起炒 那也很好吃 牛有几半肚子 牛有四个胃 所以毛肚其实是它的胃 毛肚 然后这个蜂巢 有什么流味 有这个蜂巢 这个是蜂巢 对不对 还有什么虫瓣 虫瓣味 然后还有皱味 所以它就有所谓的毛肚 跟草肚 跟沙瓜 对不对 每个味它的味道不一样吗 形状不一样 你看嘛 现在我们这个 跟你常吃的那个毛肚 是截然不同 对 它就像蜂巢一样 对啊 把它稍微泡一下 我再切一切 所以你就稍微把它切大一点 但是它小的时候 再把它切成条状 好 对 我们家偶尔会吃 你是说吃牛肚吗 自己会买回来弄 因为我爸是一个真的很 我现在仔细回想起来 我绝对相信以后 我家女人也会跟朋友聊 说我爸真的是一个很怪的人 对 怎么个怪法 就什么都会想说 拿回来弄一弄啊 煮一煮 小时候我们家就有铁板烧了 真的喔 因为他以前我们家 我爸爸跟人家合资开了铁板烧 它倒掉了 倒掉之后 那个跟我们合伙的那个 也跑路了 那我爸就赔了一些钱 那最后要电收掉之间 他也决定说 算了我们把铁板烧带回来吧 那我们家的铁板烧是怎么样 是 自己家有个铁板烧 它会这样子这么大一点 那边是有做铁板 然后是烧瓦斯的 所以你在家就把 就是外面铁板烧 那一系列的操作 操作台什么 全部带回家 没有 它就一个而已 一般的铁板烧 是这么大一个嘛 对不对 在这边嘛 那我们那是个人做的 我知道 就四个人的铁板烧 这样 我们家小时候做的 很酷啊 哇 但是很酷耶 家里自己就有这个设备 对啊 想吃铁板烧 铁板牛排 铁板意面 就可以自己来了 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店 而且我们那间店 我还记得店名 叫做鼻头角 鼻头角 对 因为台湾的南部有一个 有一个海滩叫做鼻头角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不知道 它就是有 沿岸看起来很像 鼻子像头跟角 对 对 台湾南部有一个叫青蛙石 它就像一只青蛙在那边 对 还有酋长石跟巷石都有 因为山壁 它每个人都有想象力 我第一次吃猫 也是从我爸那边来的 那你真的是 爸爸开启了你的很多味觉地图 我小时候 我爸说我非常严格 因为他觉得 男女孩子要富着养 然后男孩子要穷着养 所以我很小我就在打工 我姐都没有打工过 都是我在外面打工 那我爸也很开心 好比之前我在饭店 我跟 我去他的饭店打工 我中学一年级 十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没有管那么严 现在不行 那是算同工 那我去的时候 每次这个收工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父亲来接我 然后我就出来 我去跟每个主管 比如说什么组长 什么经理 什么副理 什么乡里再见 然后走出去 上了计程车 我父亲就讲说 你刚刚这样子 我走在前面 你在后面跟每个主管 跟你的同事 对 很有礼招的打招呼 我觉得好有面子 对啊 就那个时候 对啊 那我姐就没有打工 是不同的人生哈 虽然都是同一个家庭 就是父母的教育不一样 就会出来不同的 而且我那时候最记得 我父母亲最常跟我讲的是什么 就是 你姐姐以后要嫁出去 我们以后要对她好 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她小... 她成长的阶段 我们全家都要对她好 把她当成你知道 千金再造夫 虽然怕我是她弟弟 但只差一岁啦 所以那小时候 我也非常尊敬她 然后什么事情 可以给她吃好的就好 就让她经养吃好的 有个弟弟真好 我也想有个... 那谁会吃到 她嫁了... 我还记得她披婚纱那时候 她试穿 她一到我哭得稀里哗啦 真的 捨不得 然后她嫁了那天我也很难过 她隔天就回来了 对啦 她住在我们家旁边 然后有一段时间 跟我住在一起 我说你嫁出去了嘛 后来子弟想一想 赔了 留着同样的泄脉 为什么赔了 我想对她那么好 她还是没走啊 对不对 幸好没走啊 是啊 那如果是这样 那小时候大家就公平就好了 为什么我要对你那么好 都照顾她一下啊 没办法也照顾也照顾了 算了 对啊 只是觉得有趣了 你也有照顾你的地方啊 有啦 有吧 她 我是在她的阴影下长大了 阴影 你讲过很多次 对啊 就是 看到姐姐被爸爸骂的时候 自己就乖乖的 那个还好 她最重要 为什么说她阴影下长大了 因为她是属于念书 比我早念的嘛 念一年 所以你又早念了三四年 我的课本她可能就忘掉了 可是我念的是去年她念的啊 对不对 是学姐耶 然后她就等于是什么 她都懂我什么都不懂啊 像我最记得了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叫说嘴吗 说嘴 对 所以你少说嘴了 就是 小刀倒 好 小刀倒 就少顶嘴少念 对 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那个小学 我姐也是国中一年 中学一年 中学一年的地有一堂课 上面有一堂课 上面有一堂课 就是桌水 我刚才讲来来来 我姐又转回来说 你少说嘴了 我不懂什么意思啊 对啊 然后我就说怎么样 我就喜欢怎么样 我姐更可能她就说 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什么意思 那你说啊 说不出来 气死我了 我觉得这是 当下说的最特努 这个是 降维打击 我真的是快气死了 我是从小在阴影下长大 可是你会不会有 我一天突然发现 你好像 比你姐姐更成熟 知道了这么多的时候 你会有点难过 不会啊 我没有比我姐更成熟 真的吗 那没有啊 可是不是你很少就 已经出去当家了吗 不是当家 我是工作啊 工作就是体会当家的 那个辛苦嘛 所以可能心智上 是不是跟你姐姐齐平呢 因为很多人说就是 男生他的心理成熟度 会比女生要晚那么一样 但是又因为 就是 郑叔叔 不是 郑伯伯 所以你小时候教育 是希望你早一点当家 早一点扛起家人 我只确定一件事情 但这事情 我又不能大声说 那你小声告诉我 你小声告诉我 就是我的审美观念 比我姐姐好 因为你复兴美工的嘛 我学美术 我学美术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红酒放进去 然后那时候还记得 有一次在跟我妈妈在聊天 不知道看什么杂志 我姐就突然说 你来看一下 这本杂志 哪一个 哪一双鞋比较好看 我说这一双 然后我姐说这双怎么好看 这双哪一双比较好看 我说怎么搞出这双比较好看 她说怎么会 然后她就问我妈说 没有看喔 结果我妈说你觉得哪一双好看 我妈就说 就这双 就指的我说的那一双 我姐说怎么可能 这双不是好看 我说你这双就比较土吧 然后她就很生气这样 然后她就翻了一个 一页怪是衣服 对啊 那这衣服哪一套好看 她怎么戴四五套 我说这套好看 然后我姐说怎么会 这套好看啊 我说怎么会 然后我妈说这套好看 我也气到哭欸 你看他多生气 对啊 说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 就是对他审美的打击 有这么一段 有这么一种说法 可能吧 你不太需要放过多的东西 好比这个香叶放进来 两片 芹菜也不用放多 你芹菜叶这一段进来就好了 然后萝卜一段 这样进来 这家有甜味 对 那盐巴咧 我们先放一点 不用放到煮 最主要是要让它 有点味道在里面 糖来一点 然后胡椒 压力锅起来之后 小火大概三十分钟 这样子所呈现出来 它所给你的回馈 就会让你觉得 哇 原来这东西 其实它真的不难 好看 嗯 好看 这汤有一种芡感 为什么 因为没放芡 洋葱 优雅对不对 嗯 西奶油 然后面包你就可以放 待会沾着就可以吃了 来 试试看 来 试试看 这个是把它撕开来就好 没有特别烤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的面包 比较容易沾到糖汁 好 对 那你吃的时候就小小的 如何 甜喔 很甜挂的 好肚 风锅肚 金钱肚 风潮肚 风潮味 风潮味 不会有点咬劲 但软嫩 嗯 对 嗯 这样好吃 这样好吃啊 嗯 你可以试着用 稀释的方式 我们刚刚是放了 番茄的罐头进去 跟 这个番茄酱 洋葱 对不对 然后洋葱 如果你觉得说像菜西式的 你也可以试着这个 放点酱油进去 它其实也是会好吃 但是其实西式的 风潮肚也挺好吃的 嗯 那如果不习惯 你就放点酱油 就是变中式了 或者可以放点自然粉 就不一样了 嗯 试试看啊